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部剧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平庸和无聊 而是一部用心制作的好剧 《南风之我》一改编自其微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药物研发员傅云生与外科医生朱旧在倩巴达地区进行人道医疗救援 两人从误解到经历生死后的两心相许 还来不及坦诚心意 一场事故让傅云生陷入人生低谷 他斩断与朱旧的联系 一年后 朱旧以家庭医生的身份与傅云生重逢 面对他的百般刁难 朱旧用坚韧乐观的心态与不离不弃的爱慢慢治愈云生 陪他走出黑暗深渊 这是一个充满波折和感动的故事 也是一个展现了医疗工艺和科研精神的故事 好剧本和制作是一个项目成功的关键 《南风之我》一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剧本终于援助 但也有适当的创新和调整 使得故事更加紧凑和流畅 制作方还人事迹也不惜投入大量资源和精力 为剧集提供了优质的拍摄场地 道具 服装 化妆等 剧组在云南 上海 德国等地取景拍摄 力求还原小说中的场景和氛围 积极在2020年11月开机 在2021年2月杀青 在2023年9月12日在优酷播出 从开机到播出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说明了剧集的品质和信心 好项目通常会迅速上线 而质量较低的剧集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来播出 甚至可能被放弃 诚意在这方面有助出色的选剧眼光 他不仅参演了《南风之我意》 还参演了《沉香如蟹》 《莲花楼》等多部优秀的作品 他在不同类型的剧中都有助精彩的表现 展现了他多才多艺的一面 特别是在《南风之我意》中 他所饰演的傅云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角色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情侣搭配中常见的霸道总裁 冷酷王子 温柔学长等类型 他是一个有助自己理想和追求的药物研发员 他为了寻找天然药物而奔赴倩发达地区进行科研探索 他为了帮助当地人民而进行人道医疗救援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不惜付出代价 他是一个有助公益之路和对于医疗科研的热情的人 他的理念与诸旧的理念一致 他们是一对志同道合的伴侣 傅云生与诸旧之间展现出成熟的恋爱关系 同时也有一些幼稚和浪漫的元素 他们在倩发达地区相遇相知 经历了误会 危机 牺牲 分离等波折 最终又重逢相爱 他们在相处中互相理解 支持 鼓励 也会有一些争吵 撒娇 调皮的时刻 他们的感情是真实而动人的 让观众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和温暖 诚意在不同类型的剧中都有助出色的表现 尤其是在《仙下》和《武侠》剧中 他取得了成功 他曾经在《青云志》中饰演林金宇 在《琉璃》中饰演宇思凤 在《陈香如泻》中一人分饰三角 在《莲花楼》中饰演李莲花李湘一等角色 他在这些剧中都展现了不同的风格和气质 让观众看到了他多变的一面 他不仅有助俱美的外貌 还有助扎实的演技和功底 他能够把握好每个角色的特点和情感 给观众带来了深刻的印象和感受 总之 诚意是一个在电视剧领域成功和多才多艺的演员 他在不同类型的作品中都有助出色的表现 展现了出色的演技和选剧眼光 他也证明了好剧本和用心制作对于成功的重要性 我们期待他能够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让我们看到更多不一样的诚意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